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妹妹的行動小店風扇沒聽過 大家爆汗一次排隊 為的就是異常美味 而這家拉麵店先前 因為老闆臉書PO文 就算孕婦也要排隊 禁止解壓縮引發了網路論戰 為了平息怒火 孕婦不宜久戰 老闆搬出了五張限量折疊板凳 再次強調不能帶牌 更幽默註解 已在人在 已亡人亡 小編還大讚自家老闆 是說到做到的男人 還幽默說 椅子只能拿來做 嚴禁護毆 而且限量五張 手腳要快 但連日高溫 15號中午台北出現37.1度 烈日下坐著能消暑嗎 你站著 你自己有很想要 趕快坐到板凳上嗎 有啦 還滿想的 還是很熱 沒辦法 還是很熱 對 拉麵店每到禮拜二限定這天 只賣一種老闆私房口味 基模式是二毛座 在日本指的是同一塊農地 在一年內耕種兩種農作物 而運用在餐飲店上 就是指店家不同時段 或是日期推出不同菜單 台灣少見的經營模式 也難怪在日班的八月 民眾想來嘗鮮 記者 許志民受賞 有種小的 禮拜說 同一位